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视荧幕上也是很特别 但是这次不是单独访问你个人的丰功危机 而是你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丰功危机 就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 我们的音乐课 那之所以定这个书名也就是说 在那个音乐年代 所有曾经参与的 不管是写歌的人 唱歌的人 还是听歌的人 还有推手 对 大家共同经历的那一个音乐时代 所以叫我们的音乐课 其实这本书 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 吹声的动力 才一点点吗 对 我不敢鞠躬 其实一开始你有参与 但是年代真的很久远 就像我在采访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记得很清楚 但是真的问题一问出来之后 大家一回想完了 都已经2266 都很红了 零零落落的 对 非常的模糊 甚至还有张冠礼带 时空错字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要赶快记录下来 是 这一段记录的其实是一个 金运奖系统之外 台湾的校园歌曲运动中 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分支 对 叫大学成 对 他们讲的故事 对 应该说就是民歌运动 它整个的脉络 从一开始 比如说杨玄 对 你还记录了那个 对 从一开始的这个 所谓的民歌运动的烂伤 从杨玄 余光中 胡德夫 对 一直到金运奖 民谣峰 一直到其实最末班车 就叫大学成 大学成 那大学成这一段其实是历史最悠久的 它长达11年 那只是大学成这一段时间呢 正好相叠我们的当代流行音乐 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所以可能很多人已经忽略了这一块 所谓的校园民歌 已经去关注所谓的流行歌曲 一般的流行歌曲了 因为那时候滚石飞碟都已经出来了 是的 还有所谓的外商公司 五大已经慢慢都进驻台湾了 好 所以是不是 我相信当然在我们的节目的观众里面 有很多人是真的听过这些歌长大的 可是相信还有蛮多 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 他对这一大段都并不是那么熟悉 小文来为他饿要讲一下说 当初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比赛 有这样的电视节目 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合集 简单来说就是从明瑶峰跟金鱼讲之后 他们其实停办好多年了 是 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校园歌曲的心火 已经就此断断了 已经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 那在1983年呢 台市总经理石永贵先生 是 他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发觉 因为他当时在国立专教书 他发觉很多学生其实很活泼 才艺也很丰富 他就想我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学生型的节目 所以他有一次到日本跟韩国去考察的时候 就在韩国得到一个灵感 就觉得说可以做一个大专学生的才艺的竞赛节目 结果回到台湾来之后呢 就开始筹划这一个 所以在1983年台市就开播了一个节目叫大学成 就叫大学成 是常态的节目吗 常态性的 他本来一开始是固定每周六 后来又放到周日 就时段有一点调整 跟着他们的收视率不同 有所调整 然后这个节目的内容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单元 包括比如说 并不是只有歌唱 不是只有歌唱 比如说校园歌唱单元是最受欢迎的 另外还有介绍书 书的排行榜 介绍学生看好书 是蛮社教的 是 其实是一个社教型的教育节目 然后还甚至这个 介绍国外的大学校园 叫校园巡礼 就说那个单元非常非常的多 那只是大家最受欢迎就是唱歌的这个比赛的单元 然后接着在这个1984年 因为在校园歌唱单元里面 有很多来比赛的这个学生 是唱自己的创作曲 所以制作人陈光露先生就想说 这个创作的星火好像没有断 所以他就延伸出来办一个所谓的大专创作歌谣比赛 所以先有电视节目 大概两年 对 之后才有这个全国的创作音乐创作比赛 在那个时候 因为你初中当然访问了这些大家掌门 对不对 据你所知 那个时候的比赛的规则也好 报名的方法或组别 和早期的金运奖和明耀峰 有没有什么差别 还是就是一个还蛮standard的比赛 其实它比较特别 除了我们讲电视节目大学城之外 真正这本书focus就是在音乐创作比赛 创作歌谣比赛 那创作歌谣比赛跟金运奖跟明耀峰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金运奖明耀峰呢 会是他是开放给社会大众 不只是学生 是 就像皇大陈天那时候都是社会人士了 对 那相较于大学城的创作歌谣比赛 陈光路一开始就找了救国团 跟教育部来做一个支持的力量 所以一开始等于是在校园之内 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比赛 OK 然后所有针对的对象其实就是大专生 所以只有学生身份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他的普及率是比金运奖明耀峰其实是更广 因为有整个 一个教育系统的 对 在校园中背书 去推广说你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很纯正的比赛 没错 没错 他就有点像说我是名门正派 然后不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商业团体 商业单位办的一个比赛 可是实际上还是有奖金吧 有 还是有吗 有 奖金还还不错 还有奖品 然后要签约吗 就说既然他不是一个好像那么民间的活动 就没有规定要签约 我记得我们早期参加比赛的时候 只有我们得奖的作品 因为有拿了奖金奖品 所以要无偿授权给他们出一个所谓的有声出版品 是是合集 对 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约 对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丁晓雯老师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当老师的 他也是从参赛者开始往上爬的 当然 当然 谁一出生就是老师 是是是 那个时候您还是 可爱的 青涩的 辅人大学 对对对 其实我当年是在辅大时候参加校内一个比赛 叫轻运奖 他也有创作组 所以因为我在学校创作组拿到了冠军 所以就拿现成的作品再去参赛 对对对对对 就奇怪就是我在辅大得奖的那首作品 没有入围大学成的那个作品 然后呢 然后反而是我在辅大这边落败的作品 拿去大学成得到了亚军 所以你知道各位朋友啊 真的比赛不是唯一的 当然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一试定终身 对因为每个比赛评审不一样 评审口味不同 艺术眼光不同 对所以你不要说因为这样落败 然后就觉得说我一辈子就毁了 好 那小雯我问你 那两首歌你比较喜欢哪一首 你个人现在回头看 觉得哪一首的价值真的比较好 哇 我跟你讲这两首歌完全不同 截然不同 一个是快的 然后一个是非常缓慢的 就要述说的情景完全不同 所以无从比较 好无从比较 对 所以那时候你是参加创作 对 对 可是你有朋友参加演唱 你说学校的时候吗 不不不 就是大学成 大学成其实 没有 大学成节目是歌唱比赛 但是创作歌要比赛 完全是比创作 对 那只是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奖 叫最佳演唱奖 对 然后第一阶就是张青芳 是是是 那第二阶竟然是我了 想一想不到 可是那时候你是唱自己的歌 哎呦 这个事情复杂了 是 第二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演唱的是陈文林的作品 我一个朋友的作品 他的作品 因为名广告教授 对 他的作品叫告白 然后这首歌拿到了冠军 那因为是由我演唱 我拿了最佳演唱奖 是 那我自己的歌呢 歌名叫神话 但是呢大学成有个规定 不成文的规定就是 每一个参赛者不能上台两次 就你不能有两首歌 入围总军赛 OK 所以变成我的神话呢 只好请了陈文林的同班同学 杨战宏来唱 所以到现在大家搞不清楚 就是说告白是谁唱的 神话是谁唱的 然后又是谁写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机会 来回味一下告白这首歌吗 告白啊 我们可以听一小段吗 看看当年让丁晓文老师 获得了大学成第二届 最佳演唱奖的歌 我必须告诉你 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可以拿到最佳演唱奖 对为什么 因为告白这个歌极难唱 那极难唱另外有个理由是 它的歌词非常的多 它几乎从头到尾没有重复的字 是 所以我想可能有一点点同情 哈哈哈 因为这首歌太难唱 它是一个爵士风 然后歌词又非常繁重 你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其实记得一点点 但是会怕这个A1 A2会有一点点 好 可是你会在 因为我知道这次为了配合这本书 其实我们丁老师也很热心的 费力的促成了 促成了一个大型的 大学成25周年吗 是几年 30周年 要在明年对不对 2013年 2013年1月5号 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 要举办大学成30周年的同学会 所以你要在上面唱那首 你现在目前不记得词的歌吗 还是会唱别的歌 我可能还是唱自己写的歌 哦 神话 神话或如果能够 OK 嗯 对 如果能够不是那个杨烈的 如果能够 神话也不是李必华的 有你在书中也写到 然后我告诉你 我在福大得到冠军的那一首作品 竟然叫把握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吗 苏瑞也有首把握 是是是是 没关系 反正你们都写得早嘛 对对对 所以也不是说突然抄了 没有抄袭的问题 因为对于这本书 其实当然不是丁晓雯 个人的回忆录 其实他采访了很多的人 80个 海内外 对 我现在如果立刻问你 你觉得最珍贵的是谁 我觉得是石永贵石总经理 哦 因为这个 这个整个的历程 是由他开始的 OK 然后我真的很讶异 我访问石总的时候 他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他年纪已经 他比我们长辈很多 但是他对大学成那个记忆 简直是如鼠家珍 他从一开始 他怎么样有这个idea 然后到一直他找到成光录 来制作这个节目 整个那些人非常非常清楚 是 所以我觉得多亏有石总经理 所以其实这本书 他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非常完整的开端 去记录这个历史怎么开始的 因为很重要 是 很多人是知道 哦有这个比赛 有这个节目 然后知道后面可能发生什么事 或出来一些什么样的音乐人 但是他怎么出来 怎么被孵出来的 大家不知道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传承 我想小文跟我都在这圈子这么久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记录是一回事 但是其实那个心 那个尊重传承的心 现在还在不在 因为台湾当然是流行音乐的 一个火车头 可是火车头的意思也就代表 我们常常一直在炮制 新人 新歌 一直在往前冲 新的时尚 但是相对的我们对于过去 曾经孕育过我们自己的听觉经验的 那一些的音乐文化 我们是否有一点起码的 我们不要说怀念好了 那个尊重 因为总有前面的人 走这一步 再走一步 前面人开过这个公司 前面人办过这个比赛 前面人做了这个节目 陆陆续续才会有一些人事物 发酵出来 其实乐容你说到一个重点 我今天这本书 不是在怀念过去的时光 年轻半百了 然后赶快把过去年少的回忆 赶快记录下 其实不是这个意义 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 你刚刚有点出来 其实当时 民歌运动的一些精神 包括我们传承 我们的前辈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 从金运奖名要封过来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台湾音乐原创的精神 那这个原创精神 常常就是躲在校园里面 早期我们是弹把吉他 那现在大家这个 可能玩MIDI 玩MIDI更方便了 所以我觉得是把当时的 这一种精神 能不能延续到现在 21世纪 我们重新有一个所谓的 台湾的音乐原创力 就像你说 我们本来是一个火车头 我们一直在往前冲 但是在这往前冲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回头去看看 我们年轻的时候 所有吸收的这些养分 它真正的宝贵的 那个本质是什么 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冲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遗忘了 而且